FPC也被称为柔性印刷电路 因其重量轻、厚度薄、自由弯曲和折叠等优异特性 而受到轻外 随着电子工业的飞速发展 电路板设计越来越向高精度、高密度方向发展 FPC被广泛应用于各类电子产品中 我手上的这个叫做FPC软板 它的全称叫做柔性印制电路板 有的时候我们也管它叫做FPC排线 其实FPC软板也是PCB的一种 它的外观颜色一般是这种黄色或者黑色的 相较于这种绿色的传统的刚性PCB版 FPC软板的特点就是轻薄可折叠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FPC软板跟线缆一样 可以做到很大幅度的弯曲 但是这种刚性PCB版则基本上不能进行弯曲 FPC软板连接位置处一般有这种金手指 也可以是这种焊接的连接器 大家可以看到 这种FPC软板是金手指的形式 而这种是在FPC软板上面 焊接了连接器的 这软板在金手指和连接器的位置 一般会用强度更大的材料进行补墙 这样插拔的位置强度会更好 补墙一般有PI补墙和钢片补墙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金手指后面的这一块 使用的是PI补墙 而这个有连接器的后面 使用的是钢片补墙 是有一块小金属的 FPC软板广泛应用于手机 电脑等空间紧凑的电子产品 比如这个苹果手机里面 主板连接显示屏 使用的就是这种FPC软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